美军驱逐舰飞弹连发 高空拦截伊朗飞弹 以色列当地时间一号 遭伊朗报复空袭 伊朗发射超过百枚飞弹火箭 美军部署在地中海的驱逐舰 巴尔克利号也发射飞弹协助拦截 美军释出最新影像 居心领袖更召开紧急会议 计划进一步制裁伊朗 不过中当局势持续恶化 不少国家都开始撤侨 包括德国英国都派出撤侨班机 英国外相更表示 未来不排除加派班机协助公民离开 只是以色列继续左右开轰 联合国秘书长喊话停火 不仅无效反遭以色列列为 也不受欢迎人物禁止入境 以色列作风强硬 就怕再先反以浪潮 巨大火光在地面上炸开了花 这是以色列释出在黎巴嫩南部 空袭真主党基础设施的最新画面 走近一看 装满飞弹的军火库一览无疑 卧室小厨房也应有尽有 不难看出真主党做好准备 就是要和以色列长期抗战 以军表示过去几个月 特种部队早已潜入黎巴嫩南部 在七十多起突击行动中 清除了七百处真主党据点 而以色列声称 战事出来的武器 只有不到部队发现的百分之一 根据情报表示 真主党从去年十月七号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 就在黎巴嫩南部 筹备另一场军力达三千人的攻击行动 光是摧毁地道还不够 义军还要彻底歼灭真主党 从周二对黎巴嫩展开地面作战后 以色列将与黎巴嫩接壤边境的 美图拉 米斯加夫安与克法吉拉底等三个北部城镇 设为军事禁区 作为朝黎巴嫩的西亚木山谷等四个地区 发动炮击的阵地 另外以军喊话要黎巴嫩居民撤到离边境60公里远的阿瓦利河一辈 比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初次开战时 联合国划定的缓冲区 离边境30公里的利塔尼河还要远 因此引发外界质疑 继加萨后 以色列还想借此重新吞并离南地区 但炮弹不长眼 以色列空袭范围还可能波及到黎巴嫩国际机场 许多黎巴嫩人及各国侨民都想逃出战火避难 通往机场的路上还能看到远处爆炸火光 一想到差点没命 旅客吓得连话都说不清 离边的民众也红了眼眶 担心未来连家乡都回不去 包括美国 法国 加拿大在内 多个国家陆续撤侨 而且恐怕不止黎巴嫩 很快连其他中东地区的公民都要逃 因为以色列炮火还打到夜门叙利亚 夜门胡塞组织连两天用无人机轰炸以色列 也攻击在红海及阿拉伯海的两艘船 以色列因此反击 周二炸毁夜门河台打省两座港口及两座发电站 同一天还空袭叙利亚大马士革 叙利亚一位知名女主播被炸死 共造成三死九伤 中东专家认为唯一能约束以色列的美国正忙着选举 未来领袖还不确定 加上以色列刚击毙真主党领袖 气势正高涨 此刻应该很难收手 以色列开辟越多战线 影响国际安全与贸易交流 专家指出各国陆续谴责 让以色列越来越孤立 正是伊朗最想看到的结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刺耳的空袭警报大作 以色列全境警戒 民众从家中直接募集 飞弹就打在不远处 爆炸瞬间简直就像发生大地震 一连两次实在惊恐 正在台来维夫连线的CN记者也被吓到 都市夜景中所见的红色亮光抛物线 随时可能失控 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到飞弹的光点 越来越近不得不撤 台来维夫可以说是伊朗这一次 报复攻击的靶心 秘密麻麻遍布全以色列的警报 看得出来伊朗出手凶狠 地面上以色列人民紧急找掩护 多达180枚的飞弹及火箭齐发 比之前的攻击规模大两倍 随后伊朗 更公布了官方视角 好几枚飞弹排排站接连发射 伊朗官媒第一时间紧急插播 向全民宣告伊朗已经为真主党领袖 纳斯拉勒等重要成员之死来报复 终于可以向国内民意 还有盟友们有个交代 伊朗这一炸 加萨民众隔岸关火 环呼叫好 伊拉克民众还上街游行 举国欢庆 伊朗等了近一周后的出手 到底算不算成功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全在第一时间赶到白宫战情室坐镇 美军是出动海军驱逐舰 与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联手阻挡这次攻击 以色列仅部分地区受榴弹碎片波及 有餐厅被炸毁 以及发生零星火灾 除此之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第一时间强硬回呛伊朗走着桥 而伊朗革命卫队还骂以色列 要是再继续发疯 伊朗就继续打 美军情资显示 伊朗这次锁定的 依旧是以色列军情单位 尤其是瞄准最近几次任务 都帮以色列立功的摩萨德 就是伊朗轰炸点 而伊朗这波打击后 球又丢回到以色列这边 以色列还没还手 但是伊朗这一头加油战已经大排长龙 民众就怕到时候战乱无有可用 对于全面开战的恐惧焦虑 悄悄蔓延 TVBS新闻 综合播放